面對民進黨立委 葉怡經弟弟遭質疑 靠著綠色執政背景 在銀行業頻不清雲 但高呼金融業要去家族化的 金管會主委 孤立雄在第一時間選擇身影 遭質疑的就是新任第一金證 董事長葉光璋 會議是大門申索 已經上任第三天 不出面就是不出面 他要去參加另外一個會議 賴清德接任隔回當天 藍尾怡經親弟弟葉光璋 就接任第一金控證券董事長 時機點巧合引發注意 尤其姐姐當立委弟弟 掌管公股行庫董作 被欄尾質疑 政商兩棋 痛拚民進黨把公股行庫 當作酬庸工具吃相難看 尤其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上任時 還這樣說 你如何去家族化 如何讓你即使有一個母體的產業 這個母體的產業也不能夠去損耗到你的內控內積 高呼要金融圈去家族化 但面對民進黨家族政治金融兩棲化 直一聲浪 金管會主委孤立雄選擇不出面 我弟弟在以前的工作裡面 主要的工作就是說海外承銷 只是因為裙帶的關係 這樣子的人 雖然他不是那個金融機構的一個主要的股東的家族 他一樣會影響到公司治理 去年七月夜經弟弟葉光彰就以黑馬之資空降 第一金證總經理律師出身 不具金融證券背景卻空降大位 對照金管會主委孤立雄 高喊金融圈去家族化 面對綠於自家人的政商兩棲 選擇閉嘴雙重標準 備受質疑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